一场新冠肺炎疫情 香港的电影制作全面停顿 一众从业园手停口停 接近零收入 电影业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 早前古天乐和杨秀成旗下的电影公司就宣布 将会在这两年内开拍十部电影 支持本土制作 而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田启文 也都宣布业界展开行业支援计划 将会有现金派发给电影业的基层员工 以解他们的言微之急 在今个月尾就会开始分阶段 去发放这些支援金 大部分的基层员工 只要给我们认证过 它是正在做电影行业的 就是看近期里面还在做的 我们都纳入我们这个支援计划的里面 田鸡也都再次感谢各电影公司老板 演员 大导演等鼎力支持有关计划 多得他们的捐款才帮助到一帮并肩作战的手足 除了以上的计划外 田鸡也都透露电影界将会有个大型的集体行动 开拍一部以群星拍摄的新戏 类似1991年为华东水灾筹款的豪门夜宴 当年电影集合近200位香港演员参与 周星驰 张学友 梁朝伟 张国荣等都有份 而今次新戏据知张志琳和任达华已经答应演出 关于曾志琳和古天乐牵头的电影 总导演就是谷德超 而演员就会是全香港看看有谁在香港的演员 都会希望他们能够参演到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的形式是类似当年豪门夜宴 故事大概情节就讲疫情下的香港 所有人的关心的事 是以喜剧形式拍的 跟着现在已经筹备到七七八八 将会在这个月尾就开始拍摄 希望赶在8月份可以上到画了 今次电影业界自己发起多项救市行动 田鸡说原因之一是政府在过去公布的防疫抗疫基金 都没有将电影业纳入计划 所以他们业界一定要挺身而出 田鸡又说希望当局尽快公布 上年度首部剧情片计划的得奖剧本 提供更多新戏开拍的题材